Hello,我是Kelvin,歡迎回到KelvinLogon投資 今集是IB收息系列的第二集 講一些IB開戶的小提示 首先,IB有一個demo account可以申請 不用錢,可以試到正確才開戶口 講回,我自己開戶都已經有一段時間 可能某些要求或程序改了 最好都是自己去IB的網站看清楚 開戶都是一些基本的 網上填資料,給身份證,住資證明 買美股就要填那份W8BEN的表格 聲稱自己不是美國人 完成之後就可以豁免了美國的資本利得稅 在填這個投資經驗的時候 如果你每樣投資產品都想買的 可以填每樣都有經驗 又或者開戶之後 要買的時候再改也可以 等到基本文件都核實了 IB就會要求你入最少1萬元港幣 去戶口 這裡你可以預約時間上去 IB的office交支票也可以 也可以像我一樣上網過數 第一次上網過數給IB 我就有點混亂 所以我慢慢說 首先 IB會給你一個獨立的CityBank戶口號碼 這個銀行戶口是一個本地的銀行戶口 所以不需要可外轉賬 但都搞了我一段時間 因為香港有兩個花旗銀行的銀行 一個是250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一個006 就是花旗銀行 我本身是有CityBank戶口 我打算轉移CityBank戶口 原來是不對的 我在香港開過CityBank Bank戶口是250 IB的CityBank戶口是006 OK Bank戶口問題解決了 下面有另一個問題 戶口名 IB要我入錢的戶口名 就是Interactive Focus Hong Kong Limit 我去榜上銀行過數的時候,居然空格是不夠的 入不太長的名字,那怎麼辦呢? 我最後入了Interactive Brokers,香港Limited是沒有格子的 那又OK 我之後看到有人把Limited改為LTD,又可以 當年我自己用CityBank入錢就不需要收費 那現在去本地銀行入錢,都可以用到轉數快,亦不需要收費 接著說一下,IB有分兩個戶口,一個是Pow,一個是Lite 那分別在哪裡呢?Lite板最大的好處就是沒有Maintainance Fee 買美股呢,還要免佣 那唯一不好處就是,它的孖展利息是高於Pow板一例的 那如果你不做麻煩,其實Lite板都非常之夠用的了 那說回Pow板,我一開始是用Pow板的 那當時的Million Balance就是1萬元美金 但最近已經取消了 那如果Balance維持在10萬元美金樓下的話,它每個月就會收10元美金的Maintainance Fee 但這個Maintainance Fee其實是可以在那些佣金上扣的 即是當你每個月做夠買賣已經給了10元佣金的話 那就不需要再給這個Maintainance Fee了 那之前也說過,Pow板最好的就是Maa展利息夠低 而一隻美金只是1.55厘 還有Pow板可以做一些比較延適的動作 例如Pow板可以做API,Lite板做不到 然後再說一下MarketData的收費 以下的收費就是以Pow板為準的 做得免佣或者超便的佣金的網上證券行 其實小不免,它也會有其他收費 或者你要訂閱MarketData去賺錢 那可以收費的item實在太多了 那我只舉例一些我有用過或者比較重要的item 美股它不是即時報價的 那如果你每一次股價 它就要計一個slap 這個slap的意思就是 我現在給你們看即時 現在的買賣價是多少 那就會收費一次 它每月如果你的slap 加上不超過1美元的話 月下就免費的 那又或者可以買一個10美元的bongo 那就可以任用了 美國的bond waiting 這個也挺容易的 每個月只需1美元 然後香港的 如果要期指期權報價 就每個月25美元 然後再說一說佣金方面的收費 我們先看看美股 ETF是免佣的 美股是0.5千 一股 最低收費1美元 然後美國的公司債 大約0.1% 最低收費1美元 然後到美國的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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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美金1元每張 然後看看港股 港股就是0.08% of the trade value 最低收費就是港幣 18元 接著要到期指 等期指 那一張是30元 這次港股的股票期權 那就是0.2% of the option value 然後再加回港交所的收費 最低就18元港币 IB上的产品实在太多了 不可能全部都说完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开户或收费方面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记得未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和按一下小铃铛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